太棒了 我終於要跟船哥打籃球了 對不對 謝謝Alan的安排 對 因為船哥一直約 然後我超不好意思的 因為一直約 在家裡要帶小朋友 然後我一直跟船哥說 船哥 再等我一下 再等我一下 然後我們今天終於可以打 我們都是過來人 真的 船哥 不過在打之前呢 我有一個小小的禮物 要送給你 HCC HCC 其實滑事街頭籃球 換街頭 那時候 要經常練習的 曾經有玩過這種花式籃球嗎 我覺得我打球的時候 也是喜歡有一點花式的感覺 但是這麼花式的我們做不來 我們比較講求實戰當人類 因為上場就一定要贏 對 上場就是要比賽 這裡 這裡 這兩個跌起來就不容易了 漂亮 HCC 聽說船哥一下場 基本上人家是看不到你的車尾燈的 不敢當 因為呢 人家說就是像我們這種身材 個子小的話 一定要跑得夠快 要盡量跑得快 人家追不到 所以是這樣子的原因 因為如果要切進去的話 因為高的人都會在那邊擋 當然 所以就是反正 你一定要速度夠快 聽說 船哥練球 這是一個球癡來的 在家裡練球 練到連鄰居都會 因為那段時間 有一段時間我就是做一個手術 然後醫生叫我說 盡量不要做太劇烈的運動 OK 可是實在是手癢 這樣 然後就是想說 在家裡就是拍拍球 這樣 結果可能聲音太大了 鄰居就來抗議這樣 船哥 不如我們先玩一個小遊戲 暖一下身 好不好 遊戲規則 我們兩個人輪流射球 成功入座 就可以去到下一格了 射完之後 入了三分球 哪個時間最少 就為之贏了 準了 謝謝船哥 哇 船哥沒在讓的 哇 哈哈哈哈 第四個是吧 第四個是 第四個是 沒了啊 第五個 哇 哇 哈哈哈哈 這個沒得完的 才哥也要射三分 啊 哇 船哥 好 好 好 哇 好 二班的聲音游彈 我先用一盆磚 今天就刁架刁到盡了 我真的盡力了 不過沒辦法 誤入就是誤入 坦白說 我今天只是不幸運 不過船哥真的很厲害 他的三分球非常準 小弟我真是心服口服 不僅唱歌要努力 籃球也要加油 好球 哦 哈哈哈哈 船哥 一分 二十三秒 一分二十三秒 船哥的成績 我是三分十三秒 我沒想到你這麼厲害 哈哈哈哈 沒有因為我知道 Ellen最近呢 他其實球打得比較少 不像我 這個經常在打 是 因為你現在這個 正在當奶爸 最關鍵的時候 我們都是過來的人 我講過了 所以 這個也是正常這樣 所以當然就比較 屬於運動這樣 奶爸嘛 我現在在奶爸的這個階段 對 那其實我也很希望 我的小朋友長大以後 他可以跟我做很多 我喜歡做的事情 是 你會這樣想嗎 我當然也是希望他這樣 可是聽說 你的兒子好像 不太喜歡跟你打球 對 因為你知道嗎 那個畫面都是 他坐在那邊 看著電腦這樣 然後翹個腳這樣 我是帶個籃球往外面跑 你知道大多數都是 譬如說 爸爸在那邊看報紙 或看電視 對 小孩拿著籃球 我們是反過來的 其實我也不喜歡 跟我爸做很多一樣的事情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下面看對不對 你們的確是很厲害 你都會說 對 但是有時候 我們當然也會鼓勵他 就是啊你做得很好 你可以繼續 一定要 我們也都是從 不是很厲害 然後慢慢變得很厲害 所以要經常練習 才會這樣 就是那麼快 對 對 是很完美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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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